因為洗錢及為證罪被判刑 一年兩個月的前民進黨共事 議員陳志忠 在過年前申請假釋 通過晚間八點前出獄了 除了生活日用品之外 陳志忠還領兩大袋的書籍跟墨寶 晚間由妻子黃瑞靜 親自開私家車接送 回去跟家人團圓 這些都是你獄中看的書嗎 謝謝 好 看一下 根據了解陳志忠在獄中 屬於累進處獄 以及受刑人 被分配在二間的洗衣部 負責受刑人的衣物清潔 在入獄兩個月的時候 就曾被獄有爆料 疑似有特權 坐牢想在度假 不過遭到預防駁斥 而在經過272天的牢獄生活後 陳志忠的身形 似乎比剛入獄時瘦了些 謝謝 這張要說一下嗎 簡單說一下 好不好 陳志忠假釋出獄 但仍需要配合保護管束命令 每個月需要定期到地檢署的 關護人士報導 而僑上主持統計 從去年12月到今年2月份 有1,016人獲得假釋許可 能夠回家過年 TBS新聞 哲雄流璇 SV小組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